老闆,我預先有部S7到手,收不收?收多少錢? 5500左右 不是啊?這麼低? 差不多了 Alex,但以前iPhone那些如果預先拿到手機的話放得很高價 為什麼這次S7這麼低? 其實去年iPhone 6S都解僱不起 何況今年S7的市場反應也不太熱烈 我們才對這隻手機覺得問題 那原因在哪裡?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S7和去年S6的外形變化不大 那我還是不放部S7了 那如果我放部S6,那有多少錢? S6是收$2500左右 那如果我不用S6,我用其他牌子的旗艦機 那我回收價有多少呢? 現在熱滿一點的二手機收機價 譬如S6H就收$3600 V10就收$2500 那大路小小的iPhone 6S 16GB為例就收$4000 那Sony Z5就收$2300 那Z5 Premium就收$200 如果根據現在的收機價的話 最保值的應該是iPhone 6S 就算挑選 都只需要補$1000左右 我會有的 我會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